美中貿易戰火延燒 雙方擦槍走火誰也不讓 首當其衝全球匯率動盪 台幣受波及也成了一級災區 也難怪銀行換匯櫃台前 交投冷淡 不敢隨便出 誰曉得下一步 美國有什麼動作或大陸有什麼動作 應該會 我等一下再換這樣 好 等一下 台幣連巴扁還停不下來 續創兩年四個月新低 開盤持續疲弱 進口商強買美元之下 新台幣匯率扁破31.4 持續上32元大關探金 升級預期在今年上半年來講 已經大幅度的下降了 台幣要重新賣向32塊 我認為說在今年來講 機率還是比較低一點的 另一頭人民幣也很頭大 貶值幅度不但拉大 連外營都唱衰 說離破棄之路恐怕不遠了 近三個月離岸人民幣 貶值超過3% 在中美停戰之前 這批軟走勢難以移植 是還沒有過前高的 那在沒有過前高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說對其他非美元貨幣 那像在人民幣的部分 要重新挑戰6.9以上 甚至來到7的位置 目前來講是沒有這麼快的 匯率波動 投資人如何自保 專家呼籲大家恐怕得先暗兵不動 三連新聞與熊湖廖文台幣報導